面對面接觸過了 好 大家站近一點 左右的粉絲大家可以站得親密一點 好嗎 將你們那些牌 你很不想唱主題曲嗎 是的 真的 因為很尷尬那天 我們監製導演 你唱主題曲 我說不唱 我很爭唱 我覺得這套戲 質素是不應該找我這種人唱主題曲的 我真的這樣跟他說 那怎知道 原來他已經作了曲 已經找人做Demo 而那個作曲的人就坐在我背後 我們的音樂總監 我多不好意思 然後他說 都聽一下 但我聽了 原來他這樣的安排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唱 然後我走進去 搞笑而已 我覺得很好 你覺得自己唱得不好聽嗎 是啊 不是啊 也挺好聽的 我對自己的要求 要求是很客觀的 我覺得 就是沒有什麼必要 我是不應該唱歌的 我是認為 因為阿社那單 DVB那單增加 搞了你們跟DVB宣傳 我 我覺得 很多年前 這麼說 很多年前 我很幸運 每一次做棟篤笑 之前TVB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播我的劇 然後 那些人就會說 啊 TVB多疼你 是不是 一次要幫你宣傳 我一次跟別人說 不是夾定 即是沒有夾定 那些人就 總之TVB幫你 你 那些棟篤笑 才能收得 那樣 那後來就開始做一些show 就沒有TVB的戲 去夾定 那即是沒有夾定 那便沒有 咦 又能收得 那我想到最後這些事情 即是說 其實都要靠你自己的 即不是說 幫不幫你 幫當然好 但不幫最緊要你自己 都要得 對不對 你不行的時候 誰幫你 出齊來都沒有用 那我希望是可以的 都是由觀眾去決定 這件事 阿成呢 官司有沒有什麼 新的進展 公司 對不起 官司 喔 官司 我不知道啊 因為這些都是公司 和公司之間的 東西 那我都沒有干涉 其實